要作為那個郵輪 郵輪這個特別是新的碼頭 這個會有7萬噸的郵輪可以進來 這個也是我們一直在推動郵輪觀光 很重要的一個基礎設施 那另外郵輪碼頭的對面 港公公司也積極在評估 成為遊艇碼頭的可能性 所以未來山頂公司這個地方 除了購物、除了這些消費的活動之外 它有設計的這些在研碼頭的部分 設計的這些潛水的措施 然後視野放眼望去 左手邊可能是遊艇 右手邊可能是郵輪 所以它會變成一個非常吸引全台灣的人 到這個地方來購物、來休閒